第一条,人民请愿,依本法之规定 第二条,人民对国家政策,公共利害或其权益之维护,得向职权所属之民意机关或主管行政机关请愿 第三条,人民请愿事项,不得抵触宪法或干预审判 第四条,人民对于依法应提起诉讼或诉愿之事项,不得请愿 第五条,人民请愿应被据请愿书,载名左列事项,由请愿人或请愿团体及其负责人签章 一请愿人之姓名,性别,年龄,机关,职业,住址,请愿人为团体时,其团体之名称,地址及其负责人 二请愿所积之事实,理由及其愿望 三受理请愿之机关 四中华民国年,月,日 第六条,人民集体向各机关请愿,面地请愿书,有所陈诉时,应推代表为之,其代表人数,不得于识人 第七条,各机关处理请愿案件时,得通知请愿人或请愿人所推代表前来,已被答寻,其代表人数,不得于识人 第八条,各机关处理请愿案件,应将其结果通知请愿人,如请愿事项非其执掌,应将所当头递之机关通知请愿人 第九条,受理请愿机关或请愿人所属机关之首长,对于请愿人不得有些破行为或因其请愿而有所歧视 第十条,地方民意机关代表人民向有关民意机关请愿时,准用本法之规定 第十一条,人民请愿时,不得有据众胁迫,防害秩序,防害公务或其他不法行事,为者,除依法制止或处罚外,受理请愿机关得不受理其请愿 第十二条,本法自公布日施行